哎呦 放心吧 就没有一女儿办不成的事 谁说我英文不好的 凑合着还能用好吗 再说了 我已经找好了下一站的翻译 留学生 全程陪同 肯定没有问题啊 走走走 好 挂了 拜拜 不是吧 我们来上一张 把她放在线上 我们来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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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你了 不是吧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现在连微博都不更新了 什么意思 难道真的亲完就跑 比我还没有节操 娶笑笑 娶笑笑 你给我出一点 听到没有 我就是个帅哥嘛 再好看 能有欧原本刀还好看 看我会怎么收拾你 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这么早啊 我想反解了 我也是 说实话 我知道 肯定是那个叫什么 殷勤 不是不是 肯定是你们别胡说我就是想反解了 小丑妍 有情况啊 没情况 大字还没一撇呢 不过 那个小殷勤老说想我想我 你看 可是她还没跟我告白呢 我这次想好了 我绝对不能上赶着 有志气 嗯 你呢 关关 为什么回来这么早 我是在家里实在待够了 天天逼着我去相亲 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 总得有条件好的吧 条件倒是都挺好的 不过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 嗯 关关 我真不明白你啊 我要是你的话 有有钱人看上我 我真结婚了 应该是打拼实在太辛苦了啊 靠 不过就我这长相 有钱人怎么可能喜欢上我呢 还是靠自己吧 靠自己才对的还是 嗯 盈盈啊 这梦想呢 还是要有的 万一见鬼子呢 哎 我不瞒你们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自己经常幻想 如果以后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该怎么装修 买什么家居 这么 我坐地铁的时候就在网上查啊 我把我自己喜欢的全都收藏了 我就想啊 以后我有了自己的房子 你们都来这住啊 住多少天都没问题 嗯 最好是有钱到那种 冬天暖气全开开 夏天 冷气全都开开 就穿这种薄段子的睡衣 你拖在地上 哗 高贵 炸气 我一看这样的东西啊 我就又动力努力工作了 管管 嗯 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心态变了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以前觉得吧 相亲挺尴尬的 可是我现在觉得呢 只要遇到合适的 什么场合 什么地点 什么方式都不重要了 真的 你现在别排斥你家里 给你接好人 你可以先试试 万一合适了 我根本都不用浪费那时间 我只要一打眼 我就知道 我肯定不会喜欢他 那你喜欢什么样呢 能有个方向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没什么感觉